好,我们来看这一题 现在是上四年级下学期的小数乘以整数 好,把做法用算式记下来 一瓶果汁有2.25公升 丁丁买了8瓶,喝了6.5公升 还剩下几公升 好,这里要注意所有的单位 好,一瓶是2.25公升 他买了8瓶,喝了6.5公升 他误我们还剩下几公升 好,一瓶是2.25 两瓶的话呢,总共几公升是不是就乘以2 就是两个2.25 三瓶呢,就是三个2.25就乘以3 这里他买了8瓶,我们就乘以8 好,看总共是几公升哦 好,2.25乘以8 好,末位对齐 8-5-4-10,写0进4 8-2-16,16加4,20写0进2 8-2-16,16加2,18 好,要来点小数点了 这边,两位,这边没有 所以我们就点两位,一位,两位,点 好,零去掉,零去掉 所以丁丁是总共买了18公升的果汁 他喝了6.5公升后,还剩下几公升 喝了,那就是减 好,18,减 他买了18公升哦 喝了6.5 好,18的小数点在 这个是各位,十位 所以小数点在各位的右下角这边 好,减6.5 这个是小数的加减 之前学过了,复习一下 好,这讲一次 各位,十位 小数点在各位的右下角这边 这个是十分位 好,小数的加减就是 加减就是小数点要对齐 好,我们这边补0 好,0不能减5 好,给他借 他剩下7 好,借过来10 10-5等5 7-6等1 1放下来 小数点对齐放下来 所以剩下11.5公升 所以他剩下多少呢 11.5公升 好,再来看一下 这边综合评量 好,第一大题 甜甜看 每达1分 每达1分 共21分 好,我们来看 0.5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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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.5 是0.5的5倍 好,0.5的5倍就是5个0.5 等于,那我们就是0.5乘以5 525 好,这里小数点后面一位 这里没有 好,我们就点一位 一位 所以答案是2.5 总共